哈囉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Joman Starcraft 我是Joman 那今天要為各位錄製的這個影片教學就是教導大家 如何參加微星杯暗黑激鬥賽的比賽的一個影片範例 那這個範例當中我會為各位示範說大家如果要參賽要投稿影片的話 影片當中需要具備哪一些關鍵的一些資訊一些information 那首先的話當然你要有暗黑的這一個 遊戲了然後你要60等的一個等級要有不差的裝備要投稿才有可能獲勝 那當然我們在 省我們在挑每一周的前三名的選手當然第一個也是看你的刷網速度 第二個的話可能是會看你的配裝如果你配裝特別有趣或是你的打法特別有趣的話 就算你可能不是最快打到網了但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被選進來喔 好的那 那你在開始比賽之前呢因為我們每一周都會公佈一個BOSS 一個BOSS來為各位進 就是假設我當周像影片當中打的是佐頓庫勒 那假設我們宣佈就是好我們這周打佐頓庫勒 那你就自己打佐頓庫勒然後自己錄影 那關於如何錄影如果如何錄製自己遊戲影片的這一個 方法我有做教學喔那是另外一個影片 我放在影片右下角大家可以自己點連結去看 好的那接下來就開始錄影片了那我們要具備哪些資訊首先 讓大家看一下你的裝備是什麼記得打開這個詳細數據這一欄 那先讓大家看一下你的裝備啦那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自己的裝備第一個我想 能夠參加這個比賽的話 裝備應該都不差那我想 像我們這種裝備很爛的人應該也會想要看一下別人的裝備怎麼樣 所以一開始你就用滑鼠 大概每一個裝備至少停留個 3到5秒讓大家看一下你的裝備數字怎麼樣像我裝備 你看像我是拿雙手武器嗎那基本上攻擊都不高 可是加了敏捷跟擊中還OK還可以 這是我的雙手武器 是另外一支雙手武器 然後你就慢慢的讓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裝備 這個戒指就非常的爛 我很窮 好的戒指才太貴 然後這是護腕 這護腕是加 暴擊機率加一點命 基本上也是很普通的護腕 然後這護身符加一點命加 加一些體力 然後這是頭盔 傳奇頭盔 主要是看他的格擋還可以 加有洞 然後這個是護肩加命加全抗還有活抗 然後這是手套也是加命 然後 無水 然後這是 身軀胸甲的部分也是加命加移動速度 這個是一個好朋友贊助給我的 感謝他一下 然後這是一個腰帶 然後 基本上加命加體很普通 褲子也是加命加體加火抗還有兩個洞 然後這個是 鞋子也是加命加體加全抗 那基本上讓大家看一下你的裝備喔 那 第一個就是 讓大家知道你的裝備有多好 因為能夠參加比賽裝備力不差 第二個是我們要杜絕 我們要杜絕就是兩個不同的帳號卻使用同一套的裝備來報名 那基本上 暗黑他之所以有就是他裝備數值幾乎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在這邊讓大家看完你的裝備之後呢就 很難用同一套裝備 你下一套裝備 大家看到你的數值就知道你是同一套裝備就很難作弊了 好的那這邊傷害的部分呢 讓他看一下DPS看一下 讓大家看稍微簡單看一下你的抗性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這一隻角色的裝備 裝備是如何 那這邊解析度的問題的話 我是沒有強制要求大家上傳影片要什麼解析度 但是我建議 至少是720匹的解析度才能夠讓大家勉強看到你的數值是什麼 不然的話 如果到時候上傳影片過於模糊的話 我們可能主辦單位這邊還會再要求你重新上傳 好 這是其中第一個我們要讓大家看到你的裝備 第二個 希望你可以讓大家知道你的技能 因為 我想會來投稿影片一定都是蠻厲害的人 那其實藉由這個投稿也可以讓其他新手玩家 我才在摸 摸索怎麼樣配技能的人 來夠 看到所以基本上還是請大家 在打王前打開自己的技能欄 然後呢看一下自己的 裝備有包括主要技能 防禦技能 然後還有一些選擇的符文 這邊都希望可以讓列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至少停留個 每個停留個幾秒讓大家看一下 還有你的被動技能 那 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的話也會增加 影片的可看性 不然基本上 只是神裝就打王的話 其實可能很快的 影片就結束了 好的那就是 首先讓大家看裝備 接下來讓大家看技能 然後呢 另外一個關鍵在於 我們要把血條打開 就是快捷鍵是D跟V 要把血條打開 這樣才能知道 怪物的血量是多少 為什麼要把血條打開 因為 要避免說 避免說你開什麼 開不是戀獄等級的 就是可能開地獄 或是開惡夢 血量很少 然後又故意不看血條 然後一下就把王怪打死了 然後 就不知道你打是什麼難度 所以你要把血條打開 然後有血量來判斷說 你打的是哪個難度 確保也是戀獄等級 好的那這個是在開場前的三個組備動作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要入到哪些部分 那像這是以打佐頓庫勒為 示範 但如果你要比刷快的話 從什麼時候 開始算第1秒 從這邊 這一個警告事件 就是觸發事件 按下確定之後開始打王 這一刻 這一秒開始 開始計時了 好那就開始打 基本上這隻王應該是不能 應該是 我先把這個 兩個小怪先出名這樣 如果示範裡面 好我死了 我死了 好那基本上 參賽影片死的話 一定是重錄啦 但是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範例影片 所以死了就算來參賽打一次 奇怪我剛剛錄那次沒死啊 怎麼現在就死了 好一樣是從確定這裡開始算了 從確定這裡開始算了 剛剛 我剛剛試錄的時候一次到位啊 這次沒有走位 結果我現在就死了 以前這次還比較難打 後來改版的地方還可以接手 以前這隻還比較難打 後來改版的地方還可以接手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看他血量200多萬滴嘛 那這樣才能夠確保你打 烈獄分級 好打死了打死了 因為我們沒有buff 所以基本上打到就是很爛的蛋 那當然裝備不是重點 那 基本上如何判定從打王 打王時間如何判定就是 剛剛講的 觸發事件按下確定的那一瞬間開始 然後直到王死掉噴出寶物的那一瞬間開始 計時賽啊 看你打了多快 那這邊我們主辦方會幫你計時說你打了多久 好的那以上就是 這宣布不要追我 以上就是這個 以上就是我們範例影片 那範例影片再為各位複習要包含哪些內容 第一個要讓各位 看一下你的裝備 確保你不是用跟別的投稿影片用同一套裝備 另外一個順便看一下你的數字 讓大家看一下你的DPS 還有一些抗性啊格擋啊 閃躲的一些數字 生命啊 或是 擊中 擊中回血的這個數字 另外一個是讓希望你可以分享你的技能組 讓大家知道說 你是用什麼職業 然後使用什麼技能組才能夠打王大 這麼快 那是今天範例影片的介紹 希望大家都能夠明白了 那如果大家對於 微信被暗黑激動賽還有任何的疑問的話都歡迎在 這個YouTube影片的連結下面的留言當中直接留言給我 那我會跟主辦單位討論之後呢 來給大家盡量的來做答覆 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範例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節目見囉 拜拜 再見 快 prayer 你